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 這次美孚首頁登錄的畫面還蠻好看的 還有另外一個,這個是誰呢? 蜈蚣長老嗎? 當然,還有二代的波羅斯 以及三代的波羅斯 在美版,目前有兩個方式可以獲得波羅斯 一個是參加夾娃娃機的活動 那麼這個活動呢,可以獲得一些獎品 還有另外一個畫面,就不跟大家介紹了 當然,還有一個畫面,這個就不莫生打 在抽卡的介面,也有可能可以獲得波羅斯 但是在這個喜好的清單裡面,我並沒有看到波羅斯 好勒,那開始抽卡 獲得紫色的卡片幾率4.6% 第一個時間抽 哇,這一次就直接當了歐洲人 究竟,是不是波羅斯呢? 3.2.1 哇,是紋少女啊,非常可惜 我們進行下一個十連抽 這樣子不行 我們趕快到世界頻道 究竟講求什麼呢? 那麼打完這個之後 這一次有沒有可能帥氣的獲得二代的波羅斯 我來了 波羅斯 哎呀,怎麼是原子武士啊 在這個介面,你也可以獲得波羅斯的碎片 像我們這樣抽一個,就有可能獲得一個 有的時候會給三個 比較好是給五個 當然也有給整隻 不過整隻的機率大概只有0.5%左右 畫面中你們也看到一個非常帥氣的 這個不是參謀總長大雄眼嗎? 在戰場上竟然還有沙發可以做 非常特別 很可愛 很快的,剛剛二代的波羅斯 已經直接變成三代的型態了 那等一下氣滿了呢 三代的就會發一個大絕技 這個大絕技有多帥呢? 我們第一場先來看波羅斯 第二場來看吹雪 最後再來看大雄眼 左邊這位玩家使用的陣容 算是一個坦克流啊 他這個陣型打的是一個持久戰 前面的一秒人還上了一個護盾 當然波羅斯主體也有護盾 目前雙方第二回合一來一往 不過再過幾秒 勝負就要出來了 切若是這一次結束 結束之後來了 飛到空中,哇 一個很大的眼睛 從天上一大光芒 這一次 分場戰鬥 直接 結束 接下來登場的 吹雪 以及大雄眼 在美版呢 也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吹雪 他不是時裝而已 他是不同的角色 聖誕節的時候有出過 聖誕童祭 聖誕吹雪 我個人認為啊 這隻吹雪 是我看過有史以來 最可愛的一隻 所以我特別把他收入在影片 來了 你們看看這個吹雪 有沒有很可愛呢 從服裝以及出招的樣子 非常的猛啊 馬上輪到 參謀總掌 在美版的參謀 是一隻輔助角色 他讓一秒人的攻擊力 又變得更強了 不過 對手 還有一隻 二代的 傑諾斯 也在敘事待發 這個時候波羅斯先一個變身 變成三代的 剛剛參謀的加持 這一次一秒人 還是先扛了一個輔助 梅爾的再生也開了 目前形成一個四個打五個 傑諾斯 這一次轟在波羅斯頭上 哇這波羅斯還是太硬啊 看來右邊的選手 已經陷入麻煩了 新款角色跟舊款 通常都還是有得拚 但是波羅斯實在是太狂了 馬上龍卷 看這一發有沒有有效的 針對波羅斯做攻擊 還是沒有辦法 就跟免疫一樣 這兩下玩了剩梅爾 梅爾還是開了一個無敵 接下來這一波打完 還是有再生 這幾下 哇硬要人 馬上 梅爾的協調 見底了 右邊的選手 再不想辦法 也沒轍了 常常剩下一隻了 波羅斯氣又要滿了 這一次 單隻 看能不能收掉梅爾 還是沒有能夠收掉 不過一秒人 一下 哇呀 這一次漂亮啊 直接垂到島了 左邊的選手已經連續闖關兩關了 這個是第三關 這一次碰上古代王 還有三節棍莉莉 跟聖誕版的同力 前面還有一隻 台服也還沒有出 這個人 不是人妖啊 這個叫什麼啊 突然忘掉了 是一個雷電攻擊 殭屍霞 還是先開一個技能 古代王的血 馬上就剩下 最後的六分之一左右 吹雪 又來了 哇 吹雪還是很可愛 接下來 三節棍莉 這一次 打在二代波羅斯頭上 還是沒有能夠擊破 馬上 參謀總長 這一次還是放在一秒人頭上 不過波羅斯又要來了 古代王 一個灰燼 這一次 吹雪跟大雄眼兩個暈了 三節棍莉莉 跟古代王 古代王倒了 最後一隻莉莉 哇 這一場戰鬥 波羅斯 做一個收尾 馬上進入 今天 最後一場戰鬥 這一次我們來看一下 豬神 為什麼要看豬神呢 因為我覺得陸服的豬神 快要出來了 很有可能就是這一兩個月 SSR Plus的角色 實在出的太多了 有清楚球棒的追擊 但是場上 似乎 非常的需要 豬神這隻角色 豬神的外型 這麼大一隻 不保護隊友 實在是太可惜了 你們也可以從畫面中看到 在美版的擺陣 沒有一定要怎麼擺 有的時候 殭屍俠人家會擺在中間 擺在梅爾這個位置 有的時候擺在後面 有的時候擺在前面 都不一定 好 驚犬俠的攻擊也是非常出色 不過在現今所有的手遊 新角色出的越來越多了 如果遊戲沒有做好平衡 那就會變成 大家都去抽後面的就好啦 但美版的平衡 似乎做的還是挺好的 我們時常在畫面中 會看到各種 不一樣的角色 尤其第一個版本的捷諾斯 相當的好用 擁有非常強大的攻擊 目前長傷 四個打三個 豬神這一下撞過去 直接把捷諾斯先吞了 吞了之後 稍後要過三個回合 才會再把他放出來 這個時候還是做攻擊 儘管肚子大大的還是要攻擊 殭屍俠這一次 拼還沒有倒 不過 捷諾斯放出來了 這一次回禁並沒有辦法 給豬神造成太大的威脅 豬神肚子長得非常大 非常可愛 再這樣搞下去 捷諾斯又要被吞下去啦 這一次吞下去 屍骨無存 不會再放出來了 因為遊戲要結束了 這一下KING倒了 最後把捷諾斯吐出來 結束 那麼看完今天的影片 你們覺得三代的布洛斯 在每一版 究竟是帥氣 還是不帥氣呢